这个主题我们介绍病毒跟生命术的关系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有许多疾病都是由病毒所引起的 比如说常见的流行性感冒 登革热 艾滋病 B型肝炎等等 这些疾病带给人类许多的困扰 那究竟引起这个致病原因的病毒有什么特别之处 我们来介绍一下 首先病毒的构造 它的大小就是直径介于10到300奈米之间 大概只有一般动物细胞的1千分之一 非常微小 而它的构造主要是两个部分组成的 有蛋白质的外壳 还有核酸 核酸可能有DNA或者是RNA 所以一个病毒不会两种核酸都有 如果它含有DNA就叫DNA病毒 同理含有RNA就叫RNA病毒 好 再来B点 蛋白质的外壳是由多种蛋白质所组成 它具有保护的功能 我们看这个 感状的烟草镶嵌病毒 它里面核酸是RNA 这是它的蛋白质外壳 好 这个腺病毒 比较成球型的 里面核酸是DNA 蛋白质外壳上面还有糖蛋白 所以这边我们再写一下 有些种类的病毒外壳上 会有糖蛋白 而这个糖蛋白的作用 跟致病的对象有关 大概我们会介绍 好 再来我们看这个 这个呈蝌蚪状的 也叫呈登月小体的样子 这个是感染细菌的病毒 叫氏菌体 好 再来西点 有些病毒还具有 脂脂构成的糖膜 生物细胞的细胞膜 也是由脂脂所构成的 所以这个糖膜 它的成分跟细胞膜是一样的 但是因为病毒它不是细胞 所以这个不能叫细胞膜 所以把它叫做糖膜 它主要来自宿主的细胞膜 或者它的合膜 待会我们会介绍原因 并非病毒具有细胞膜的构造 这个很重要哦 然后还有一些病毒 它糖膜上面 也有糖蛋白所构成的凸起 所以我们看这里 这条线里面 这个是核酸 可能是DNA 或者RNA 只有一种 好 这个是蛋白质的外壳 而这个病毒它有套膜 这个也是零子双绳组成的套膜 跟细胞膜的成分一样 好 再来套膜上面 这个一颗一颗的 这个叫做糖蛋白 跟致病的对象有关 待会老师会介绍 好 再来是病毒的分类哦 依照核酸的成分 分成DNA病毒 比如说 B肝 腺病毒 还有人类乳突病毒 那核酸如果是RNA 叫RNA病毒 主要是感冒的病毒 艾滋病 HIV 还有SARS 叫冠状病毒 有这两大类 其中你们发现RNA病毒 所造成的疾病 都是比较流行性的 这个是因为RNA病毒 它本身比较容易突变 以这个流行性感冒病毒而言 它有分成A型 B型跟C型 就type ABC 其中这个A型 最容易造成流行 也是最大宗 它也容易产生突变种 好 再来如果依照宿主的话 可以分成植物病毒 就是感染植物 动物病毒 感染动物 细菌病毒 也叫四菌体 感染细菌 然后这个植物病毒 通常是呈感状的 那动物病毒 常呈球状 四菌体的话 就蝌蚪状 形状像灯月小亭 这本来是补充一下 这个感染细菌的病毒 我们叫四菌体 这个四菌体里面的核酸 一定是DNA 感染细菌体 感染细菌体